3 2 1 動作 新北兒童Let's Go 親子動健康運動大會 活動一開始 現場充滿著氣蓬勃的感覺 一個個小小孩在家長的帶領之下 開心參與運動大會 一舉手一投足之間 就是要用可愛報表來形容 光看他們的模樣 感覺就要被融化了 今天的動健康 其實是結合了新北市 新北市的社會局所主辦的 那他每年其實都會有舉辦 4月份會有舉辦兒童月 那這屬於是兒童月的 他們所辦的活動 那他承辦的活動 我們會選一個52家裡面 會選一個公共托育中心 或者是協會來認養這個活動 新北市政府專為幼兒設計的 新北兒童Let's Go 親子動健康運動大會 全新北市52家公共托育中心 還有12處的公共親子中心 同步舉辦 一共有超過1800對的家庭 報名參加 要讓家長和孩子 一起留下親子活動的甜蜜回憶 首先是要感謝我們的市政府 在我們淵山裡設了這個公共托育中心 那當然這個設了公共托育中心之後 要有好的老師 所以老師其實老師是最辛苦的 那平常訓練孩子 然後讓孩子有了什麼概念觀念之後 就是他才能快樂成長 除了社會局之外 也需要有許多的民間的有志之士 然後來跟參與孩子的這樣的幼兒教育 那小朋友不只是照顧 更需要有很多的父母的陪伴 所以我們協會的責任 其實就是一直要引領孩子 怎麼樣的跟孩子相處之外 陪伴孩子快樂的長大 育兒的方式如今可以說是大不同了 現代的父母都非常重視幼兒的健康和親子關係 也讓市府展開一連串的計畫 後續在各個公共托育中心 還有公共親子中心 以及參加公共托育合作聯盟的托嬰中心 舉辦七四場次的親子講座 帶領家長教養幼兒們健康快樂的成長 更多相關的訊息可以上友善公托幸福新北 臉書查詢 中家新聞066凡剛三峽報道